火車開過山谷中的紅色橋樑 眼下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向盡頭延伸 人間仙境一般的景象裡 正在田裡除草的這一對父子格外引人注目 做父親的叫做彭靖興 傳統的客家子弟自創天和玉這個品牌 曾經拿下2008年花蓮當地農會冠軍 農委會全國十大經典毫米 連兩屆玉本米 十位鑑定國際競賽特別優秀賞 仔細解說 慢慢教 因為學子館的兒子要回來務農 其實兒子和二十幾年前的自己走過同樣的路 當年放棄台北工程師的工作 回鄉繼承家業 也有過一段過渡期 什麼都不習慣啊 因為你看那個職場整個都不一樣啊 以前在上班都是坐椅子啊 吹冷氣啊 在外面 像這個叫自然風 這個叫冷氣啊 不只這股傻勁 彭靖興更結合科技 砸下上百萬 涉冷藏室 並且以科學分析稻米養分改善米質 使得他的膩 不只吸收花蓮好山好水 還能夠有完整營養 吃起來又香又Q又回甘 讚 當初回鄉看到稻農辛苦大半輩子卻遭到層層剝削 他也致力改善這種情況 我們現在有七個縣市 大概四十三位的農民 我們主持一個台灣稻農公司 有企業界來跟我們認過我們的稻田 然後我們種的稻田 種好收割就給他 然後他可以過來體驗 彭靖興認為台灣有能力生產充足的農作物 政府應該多多鼓勵 而不是老是仰賴國外進口 未來他還有雄心要推廣台灣米 成為台商最好的伴首領 以客家精神務農 以科學素養研發 再定種稻米 彭靖興卻帶著兒子放眼國際 這雄心壯志激勵我的感動時刻 開動的稻米 彭靖興卻帶著兒子 這雄心壯志激勵我